一直被打電話 所以直播中斷一下 所以重新開啟直播 那小編還是照唱唱一段啦 翻翻古裡 窗外雨滴打碎心碎的玻璃 與你相遇 是在一個單純美好的世界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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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大家好,太高興小編小編再一次直播一下 來,現在 剛才在講什麼?剛才直播一直被打斷,真的不好意思 因為一直有電話進來 那跟大家報告就是千元在我們最尾巴 就是現在看到鐵塔這一段 現在已經進入盛花期的盛開當中 有沒有看到? 然後為什麼說這是千元的最尾巴? 其實大家來到農場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電塔 電塔之後進來就是整個柳山大道 這是我們的迎賓柳山大道 那千元卻是要在進來柳山大道之後 一直過去一公里的距離 右手邊就會進入到千元的停車場 停車場 那邊停車之後走進來 再走來這邊電塔 走來這邊電塔 又一公里的距離 所以有一些人不耐走的 可能就不想要走進來 但是現在電塔這邊的盛花是滿開的 非常的漂亮 來看一下 現在說是滿開 電塔這邊大概是五層開 還有很多花苞 那要過去電塔嗎? 剛才其實我剛才不小心跌了一跤 因為 就是顧著拍照沒有看路 這也是常常要提醒大家的 畢竟這個地方是戶外的地方 畢竟會有一些撥坎啊 有一些解期 那在顧著拍照的同時 請注意你的腳邊 注意你的腳步 請踏穩 踏穩腳步 緊握扶手踏穩腳步 就是 我剛才在那拍一跤 跌了一跤 然後我的相機被敲到了 好在相機沒事 好像怪怪的 好在人沒事 人沒事 相機也沒事 那這邊的話 如果遇到早上會有結霜 這邊也是非常的滑 大家要小心 那如果遇到下雨的話 更是 就是 因為它是斜坡 草地的部分 早上會有露水 會有霜 所以也是 大家如果走進去草地的話 要小心你的步伐 這個位置很漂亮 為什麼 這個位置可以看到後面的背景 雪山背景 所以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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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來到千元 一定要走到我們最尾端這個看台 然後 自己的阿納達在這裡唱歌 讓我們的雪山見證你們的愛情 讓我們的千元幫你千英元 要不要過去 有點冷 我們現在已經關遠了 現在已經關遠了 像那個鐵鏈已經拉起來了 我待會在煩惱我怎麼出去了 來 蛇命陪君子 蛇命陪魂師 我們走進去看一下 現在這邊 最聖花期的 這個是 最尾巴的 然後 最尾巴的 翻牆 咧 怎麼漏魯 別鬧 走吧 我們走進去 現在聖花的時候 就可以很明顯的 聞到我們的櫻花的香味了 非常的香 超級的香 香到快要避陰 香到快要病鬼 一樣 走到我們的不是步道的話 就是要小心你的步伐 請踏踏穩穩你的步伐 有沒有 這就是大家經典的角度 經典的角度 我沒有在跟經典打廣告 唉 水哦 水哦 滿開的啦 但是滿開 我們是局部的滿開 齁 就是你要有一點角力 齁 下面的三櫻花 菲哈尼也正在開齁 也是滿開 齁 但是我不想走下去 我懶惰 不好意思 新鮮的啦 新鮮的 很新鮮啦 很嫩的啦 齁 還有很多花苞 現在開五層 非常的香 非常的香 唉唷 拉不回來 是怎樣 這邊 都是滿開 所以 如果你開車一進來 經過我們電塔 轉個彎過來 你就會 哇 哇 怎麼這麼漂亮 真的 剛才在這邊 就已經聽到幾台 車子進來 就哇 哇 哇 真正漂亮 那個是發出 發自內心的讚嘆 就哇 真的 真的 你會哇哇哇 啊 來到山上的話 就不用客氣了 該哇的時候 就給他哇 開心的時候 就開心 該唱歌的時候 聽小編唱歌 哈哈哈哈 不用截圖啦 我剛才有拍照 等一下晚點會發上去 啊 有沒有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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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東京愛情故事 欸 小編不是那個年齡 我只是聽說的 我只是聽說的 東京愛情故事 有沒有 那個感覺 紅白相間的電塔 還沒有還沒有 進去 進去 都還是滿開的 嗯 我沒有搶到啊 哈哈哈哈 不過在 在高五人在小巨蛋 開唱 很漂亮哦 呃 沒有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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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很美 很漂亮哦 持續在開 這個花包還滿滿的 這邊 這邊 蠻開 哦 我 老實說 這花太香了 超級香的 哈哈哈哈 你是小編嗎 哦 小編之一啊 小編有很多 嗯 你是唱歌那一邊嗎 唱歌 唱歌也很多 哈哈哈哈 你都不成了 欸咻 有開心就好 哈哈哈哈 哎 這邊都滿開的 啊 來 三月底 三月底 白色的櫻花也差不多 結束了 三月底是特殊品種的櫻花 橘櫻啊 玉金櫻啊 玉玉黃櫻啊 夷葉櫻啊 莫蘭 啊還有什麼 松月 比較特殊品種 大概都在三月底 四月初 哎呦我們的帥邊 進來了 哦 哎帥邊今天是休假嗎 哈哈 來 下面這邊也都滿開 滿開 開的很快 這個早上來哦 早上來才有陽光 下午來 就像現在這樣沒有陽光 比較可惜 早上來陽光明媚哦 風光明媚嗎 這個都是新鮮的哦 剛開 來 什麼叫新鮮的 新鮮的就是還沒有凋謝 還沒有掉葉子 然後還有花苞 這邊還有花苞 這花苞準備在開 然後這個是新鮮剛開的櫻花 這是富士櫻啊 富素櫻啊 富素櫻啊 漂亮哦 很漂亮哦 那這是這個區域 就是電塔這個區域 然後 掉一個遠鏡頭 讓大家看電塔 然後掉遠鏡頭的感覺 哇 夕陽光了 夕陽光了 好夕陽光了 夕陽光上不是夕陽光 combine 哇 有光角 廣角 好啊這個光角 有沒有 嗯 早上的光線大概 9點10點之後 這裡照的照光 然後就可以拍到很漂亮的 櫻花和我們的鐵塔 很美,超美的 啊,因為現在已經關遠了 五點已經關遠了,所以裡面是沒有人 什麼時候滿開?這時候啊 這時候滿開啊,現在滿開啊 但是這區域,一區一區的 每個區域開花時間不一樣 現在電塔下面的櫻花是滿開的 然後中間牛羊之女的話大概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進入散花期 然後入口的大概 228那時候 一樣啊,注意腳步 摔得有點痛 呵呵 下面的三櫻花我就不下去了 三櫻花 那區現在很漂亮啊,但是那個要早上的時間才有陽光 現在沒有陽光 就沒那麼漂亮 那這邊齁,大家如果真的想要 野餐的話,因為這邊會比較多人進來 拍照 請盡量不要影響到人家 拍照的點 就是靠比較旁邊 比較旁邊的地方 這個人家 人家要拍 這個鐵塔嘛,你就讓人家拍嘛 我們在 旁邊遠一點 一樣可以享受 櫻花的地方 喔 坐下來休息 就好了 一樣 很愜意 反而沒有人家打擾 然後享受 整圓的櫻花 那 現在沒有那麼多客人 所以 其實還蠻能獨享的 我看到有一些客人就是 到一半覺得沒有花 就放棄了 其實要走到下面 走到最尾端 最尾端這邊 這邊現在是蠻開的 但是中午之後可能就比較沒有太陽 早上大概九點到十二點左右 有陽光會很好拍 很香喔 跟大家講一個 因為我對味道其實還好 不是特別敏感 但是因為 這個花香喔 真的太香了 有時候 有一次喔 我直播到一半一直打噴嚏 就是太香了 所以現在直播 有時候我會戴個口罩 其實我直播也都戴口罩 但是 戴口罩還是聞得到這個花的香味 非常的濃郁 非常的濃郁 這是視覺和嗅覺的饗宴 然後 我這角度真的 棒 這個有陽光的話 不得了 好走回去 順便清場 對 因為 我們春天最早開的話 其實是梅花 梅花在一月的時候開 那 那 再來就是櫻花開了 那整個冬季 過完之後 我們的蜜蜂其實它需要 採拾花蜜喔 所以 就會 請君而出喔 請朝而出啊 所以 相對的 它顧著在吃飯喔 你不要去打擾它 它也不會打擾你喔 因為它在顧著吃飯 哇這個 細罩好美 櫻花很香啊 櫻花很香啊 尤其是我們的富士雲的香 超級香 盛開的時候 它那個被太陽照到花朵 盛開的時候 那個香味 夭壽 真的是 超香的 但是我 我個人比較喜歡梅花的香 梅花的香比較雅氣 櫻花的香有一點 有點妖嬌 第一次聽到 那什麼樣子 聽到不如聞到 就上來聞看看吧 這個本來是一個觀山看台 以前那個 這個櫻花樹都比我還矮 大概 150公分而已 現在 夭壽 生得這麼高啊 那看山的話只能吹香 找縫隙這樣 拍山看山還不錯 下面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觀山看台 就是 山櫻花的 那邊也很漂亮 看山看櫻花也很漂亮 要走下去嗎 不要啊 我累了 偷懶一下 看一下怎麼走 我們沒有管制 我們沒有總量管制 因為我們 農場真的 有點距離 會來的人 要有堅強的信念 來 跟大家報告我們 靠近 靠近我們福壽路有三大道的櫻花會先開 就是小便常講的 他因為 旁邊的柳山遮住他的陽光 他的日照時數比較短 所以他比較早 進入他的休眠 睡的 人家說早睡早起嘛 所以這邊 沒有照到太陽的 日照時數比較短的 他的 休眠時間就比較長 他就早睡了 早睡他就會早起 就會比較早盛開 那另外那邊 日照 充足的部分 他就是維持正常 維持正常 大概就是 在一個禮拜之後 陸陸續續 綻放啦 3月10號 青黃不結 也不能說青黃不結 3月10號我們的粉色系櫻花 差不多結束了 那我們白色系櫻花大概初 剛開始綻放 那白色系櫻花大概以大島嬰和結櫻為主 那他們 比較 比較沒有那麼壯觀是因為他們和 花和葉是一起綻放 花和葉一起綻放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清新的感覺 他是一個 很有春天的感覺 就是嫩芽和 花朵一起綻放 白色的花朵一起綻放 那樣子 完全和現在這個粉色的 不一樣喔 完全不一樣的 感覺喔 杏花喔 我們杏花蠻早的 我們杏花大概 3月初 3月初會開 但是 我們杏樹不多 我們杏樹是 觀察品種 所以大概只有種 五六顆的樣子 杏樹在農場 結果率不高 所以現在也是做品種觀察 這裡都開了啊 粉色的這邊都開了 下面就是靠 靠路邊的 這個會比較早開 然後中間的你看 一路之隔 這邊的花苞都出來了 花都出來了 花都出來了 這邊 花苞才剛剛開始 在萌動 今天有一點霧霾 但是霧霾下 這個夕陽光還蠻美的 花苞有無動傷 要老實講還是 敷衍的講 老實講就一定有啊 這種天氣 尤其是 萬里無雲 晚上的星星超級 超級滿的 但是 這種天氣 霜害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 呃 還是 這些花都還是會受到 霜害的影響 尤其是 比較靠近中間 中間的部分 因為它空曠 空曠地區的 映 空曠地區比較容易有霜 的形成 像這個 我的穩定器沒電了 好等我一下 我用手拿會比較晃喔 大家就忍耐一下 我直播到路口去 他們在 聲聲呼喚了我 我用手拿會比較晃 我調整一下我的裝備 沒電啊 我的穩定器沒電啊 來 有人看到 這樣子就說 我們的花怎麼被凍傷了 這其實是花苞啦 然後 有人說為什麼我們的花苞那麼小 那麼小 一定是不會開的 其實沒有 我們富士營的花苞就是那麼可愛 這是我們富士營的花苞 所以我說 你們看空拍的時候如果看到比較深紅色的其實是花苞 然後看到粉色的話就是已經開花了 那 這幾天用空拍大家都可以看到電塔下面這整個是粉色的 所以都是 滿開的 那這個 櫻花 我們就 常常講櫻花它是 頭雷雷 就是它的頭 它的花地就是這樣垂垂的 沒有精神 就是沒有精神 這不是 這不是 凍傷也不是 營養不良 它就是 往下垂的 然後它開的花也是往下面垂的 所以 你是可以往下面 從上面這樣照 它不像我們的梅花 它是貼著梗 很有精神這樣子的 花苞 它的花苞就是因為它有梗啊 我們為什麼區分櫻花 是櫻花超有梗 就是它有梗 有梗的話它就會垂下來 這個我覺得是常識 然後 有的人覺得 哎呦 怎麼這麼壞 這花苞怎麼怎麼垂垂 我就 深深的 叹著一口氣 它就是這樣子 其實 去年 前年去年 我們有錄出去 在補植 可以看到這個新的就是補植 比較浪的地方 我們會補植 補植的櫻花樹 大概三年後才比較 穩定會開花 這個都補植的 補植的 這個現在 呃它的花期可能會和整批不太一樣 來 各位唷 上面是牛郎廣場 牛郎廣 現在這邊 兩層 兩層 三層 兩層左右 很快 每一天 每一天 都 開的 速度都超級的快 嗯 不會啊 它因為硬化有梗 所以它就是垂下來的 它不會停起來 來這裡很美 喔 這裡怎麼拍 一樣 手機放下來 然後我們的模特兒就在前面 錄延伸 喔 或者是拉近鏡頭 喔 人在路上面 然後回蒙一下 或者是坐在我們的 台階上面 後面有 LOBE LIVE 這樣一樣 美美的 怎麼拍 怎麼拍都很好拍 我們的千元真的很好拍 我覺得我們千元是比較精緻的感覺 尤其是 呃 像空拍的時候看不出來 下面的草地 嫩芽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近拍的話就可以知道 你看 這個草的嫩芽出來 就是 真的就是春天的感覺 欣欣向榮 這樣子 這樣子 一明大一吋 我說一天 一明開一聲 真的很快 小編常講 櫻花 就是我們開花的 速度是跟爆米花的道理一樣 當第一朵 爆米花開始爆出來的時候 後面的爆米花 因為溫度夠了 所以它整個就會 砰砰砰砰砰 爆炸式的開 來新鮮的櫻花 這就是新鮮的櫻花 有花苞 然後花瓣是嫩的 嫩的 沒花瓣是老的 沒花瓣是老的 沒喔 其實齁就是花礦齁 唉 不好講啊 有些人就會看衰嘛 然後就說我們的花一年比一年醜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有在修剪它 我們不會讓它長得很高大齁 那修剪的話它會 所以剛修剪完會不好看 這是一定的 尤其我們去年 前年去年都有做修剪 陸陸續今年也有做修剪 那修剪完人家 像你剪頭髮剪完 會醜個三天左右 那我們樹修剪之後 大概會醜三年 所以我們是分批做修剪 來吧 再去看 你要不想 太心了 啊 一 bone 一 bone 一 bone 有 車子要開出去 先生小姐我們清圓哦 等一下會上鐵鏈哦,車子要開出去 對 來,織女亭 織女亭周圍的櫻花也陸續續綻放 很快,這速度是非常的快 織女亭 那我小編還是推薦大家早一點的時間來 早上的陽光真的是 風光明媚啊 很美吧 這邊就是小編長講的,昭和鷹的山坡 目標達成 這樣今天走的路有夠了 蛤 為什麼我說,我們山坡要種 那個,這種造合鷹 就是你看,從下面 長上來的時候開花剛好在你的旁邊 剛好在這個步道旁邊 所以它盛開的時候你的後面就是一片花牆 你在步道上面直接拍就好 不用抬頭拍 像這邊的就是要在織女亭那邊拍過來 非常的漂亮 很好拍,超好拍的 那個 如果那個一直嫌男朋友嫌老公不會拍照的 就帶來這裡拍就對了 隨便拍,都也漂亮 喔,早晚很嫩喔,早晚很嫩 早晚會結霜 早上會結霜,所以大概在一兩度左右 這就是朝和鷹滿開的時候 現在它陸陸續開,都還有花苞 這大概開五層 三層到五層左右 好,再過來 好,再過來 因為這一區補植的 所以它的花期 可能這一兩年還不會開啊 我看一下,有花苞了捏 這個是葉子 這個就不是花苞 這個就不是花苞 那個才是花苞 那邊才是花苞 那邊才是花苞 會比較晚,大概到二月底 二二八左右 這大片的櫻花瓣 花苞出來了 這個是花苞 這個是葉子 花苞 花苞 葉子 有時候如果它營養不良的話 花苞也會變葉苞 這就很滿,這整個都是花苞 滿滿的 這顆開的時候很壯觀 很難 今年花是不是提早拍 今年是正常的時間開啊 帶道具來拍 有啊,帶一個小道具拍照也滿漂亮的 有看出個什麼端倪嗎 這邊是櫻花廣場 在過去過橋之後就是入口喔 外行看熱鬧 內行就看花苞 有看到花苞嗎 有看到花苞嗎 滿 滿滿 裡面的呢 滿滿滿 都出來了 滿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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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這邊 這邊 都出來啊 花苞都出來了 今年 花燙 呃,不是最好 但是也不會差 人家說櫻花大概三年一期齁 三年一大期齁 來 來 試一眉 這區區的大概都要到月底 這區整個櫻花廣場的部分要到月底 那 旁邊 靠近路口有幾顆是 白色系的 大島嶺和街雲 那個就是更晚 那個要到三月份 然後 很多 很多 UK 遊覽團的 遊覽團的進來 看到這個就 哇 怎麼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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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不夠了 時間不夠了 現在的話 你需要有一點角力 走到最裡面才看得到 哈哈 好啦,我被上鎖了 等一下要走小路了 好,有什麼要問的 我要出去了 好,有什麼要問的 你看這個花包 我看就很滿啊 這樣有人跟我說 今年花放不好 我就不知道怎麼講 的確啦 每一種 不管是花 還是我們的水果 都是要照顧 都要施肥 都有效管理 今年入洞之後 其實 山上的雨水 是很少的 所以 一樣會影響 雨水少的話 花量會不多 這是必然的一個 因素 天候因素 會影響到 植物的生長 尤其是 水分和溫度 那今年的 入洞的溫度 又沒有 我們覺得 不太夠冷 冷度不足 然後水分不足 都會影響 一些花 尤其是 我們新補植的 講就要講 讓大家更了解 尤其是這種 我們新補植的 補植的它 最會感受到 所以它 葉子就會先出來了 為了要活命 它 葉子是行光合作用 吸收太陽能的 所以它為了活命 葉子就會趕快 綻放出來 因為它是剛 補植下去的 它的根 還來不及吸收養分 所以它要靠葉子 所以你看 補植的 櫻花樹都 掀開葉子 所以有一些人 看到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自然的 自然的 這棵 這棵 雖然是我們的 鷹冰樹 但是它是 接鷹 所以它的花期 在3月中旬 有人進來就說 哎呦 怎麼會死掉 哎呦 怎麼會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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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看到我們蘋果樹一樣 怎麼會死掉 唉 比較詛咒我們的櫻花 它只是還沒有 時間還沒有到 時間還沒有到 我們的櫻花 跟隔壁農場 大概差兩個禮拜 半個月左右 好 人潮喔 人潮應該不會很多 啦 大家都被隔壁農場的信 去了不是 好 這個橋齁 人家過橋 就要排隊過橋 排隊過橋齁 一邊是入口 一邊是出口 齁 我們出去 就不要去走入口的路 齁 我們就走右邊 右邊靠右走啦 然後 今天在 今天來貼這個 廁所齁 因為我們的 服務人員齁 一天大概被問八百遍 廁所在哪裡齁 人家 請先去上廁所 裡面沒有人齁 千元裡面沒有廁所 裡面沒有廁所 請在我們的 停車場先上完廁所齁 再出去齁 好 然後進去的話 要買票 我們票是一票到底的 跟我們廠區的票 跟我們天池的票是一樣的 你持票 齁 今天 或者隔天 都可以使用 齁 活心吧 活心的很 好 全票一百塊 全票一百塊 好 然後 這是特別 千元的管理規範 規範 然後我們早上的七點半開圓 到下午的五點 齁 我們售票時間到下午的 四點半 齁 那你昨天 前一天有在農場的話 呃 持農場的 收據一樣可以進來 我們就驗票就可以了 我們四點半開圓 車輛禁止過夜 齁 請大家 五點前 離開 五點前 清遠之後 我們會鎖大鎖 鐵鍊鎖大鎖 請大家注意 出口也會 等一下我會去上鎖 那一樣 垃圾 我們都有垃圾桶 你在裡面的垃圾 請你帶出來 帶出來丟我們垃圾桶 我們不要求你自己帶回家 但是請把你的垃圾 帶出來門口丟垃圾桶 我們獨入人員 早上去清一次 晚上去清一次 就下班前去清一次 都還是可以清到很多垃圾 我就很納悶 我們國人的水準應該沒有那麼差才對 我們有垃圾桶在門口而已 請帶出來 水桶丟上去垃圾桶就好了 那廁所一樣 廁所我們就有提供水測這樣子 那如果髒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福人員告知一下 所以啊 所以廁所很遠沒錯 你走到底裡面沒有廁所 再走出來夭壽一公里 所以我們 你看我 我做夠多的告示了吧 裡面 請先去上廁所 希望提醒 盡量提醒到大家 我們賣票的 我們賣票的通了也是 就是請大家 記得先上廁所 先上廁所 不然看到大家 很急著很著急著衝出來 就過意不去啊 那一樣我們的出口是在後方 後方繞過去 車子要開上去 不要逆向出去 請遵循方向啊 好啦 直播到這邊 先給大家 從路原到櫻花廣場走到 路原櫻花廣場應該一分鐘吧 我們路原櫻花廣場就在那裡啊 然後到鐵塔 到鐵塔大概十五分鐘吧 不要喝水比較好 不會啦 沒那麼誇張啦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問題 還好啦 他們幫我留了一線 出路口啦 我等一下要去幫他們上鎖 用我們的雪山細照 分享給大家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一天 今天禮拜五 今天禮拜五 明天禮拜六 不過有些人要補班 希望有放假的就可以上來賞櫻了 山上的櫻花的花礦很不錯 歡迎大家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夜晚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